大家好,我是Tobi!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我们在杂环! 说到北海道,大家想吃什么? 就是寿司,真的一定要吃寿司的! 而且因为北海道的寿司真的太有名了 所以当地自己做了非常多自己的绘装寿司的品牌 所以今天的话,直接开箱两家当地最最最有名的店 所以只要看完这一部的话,你们不会犹豫 北海道寿司要吃什么? 好,现在我们进来JR杂环车站 第一间就是在这边 楼上会有一个shopping mall叫Stella Place 那我们马上进去吧,好像是6楼的样子 这边的话,观光客居多了 但是当地人也会推荐的那一种店 现在是12点 诶,超多人耶,怎么办? 48只耶 因为可能是这个时间点,然后观光客居多嘛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是,可能先开店的时候拿那个简里券 然后再来就是一贯这个白货公司 感觉超好吃的耶 119番 超多人啊 这边呢主要是有分吧台还有桌子 那桌子的话,三个人以下才可以坐的 看那个吧台感觉跟旁边人的距离有点近 我不知道耶,这样会不会有点不自在之类的 现在是1点46,所以等于大概等了一个半小时 其实北海盗寿司店,你点什么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也有北海盗特别的 我觉得其实价钱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一般的,比较廉价的,会装寿司的那种 当然也有一些一盘可能420或是,就是比较高级的嘛 太期待了,我看超爱吃寿司的 这边点赞的话呢,要直接写这个 或是你前面有的东西,直接可以拿 但是看感觉没有外国语的菜单吗 不好意思,我拿到了这个了 那我拿到了这个了 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很难看得懂 因为它写的字超细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它没有那种图片 我觉得这个有点扩分耶 学我的就好 捷 因为这家比较有特色的系——灿类的 所以就是要点一下 螃蟹的味噌汤哦 抱歉,麻煩你 謝謝 還有,花崎蟹的鐵砲汁一隻 師傅在那邊直接幫我們吃 這感覺是很不錯,就是可以看他們做的樣子 天啊! 這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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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太漂亮了吧 床上滿滿的喔 這可惡! 我平常是不吃鮪魚的,看看如何 很漂亮! 而且它的肉是非常大,很厚的喔 真的很大 還不錯,但是沒有讓我很驚訝 其他地方也感覺可以吃 我有點好奇的是這個 二階建的意思是什麼 你看,這個是一層,兩層 所以就是兩層樓的干貝大樓那種概念 這個超推,這個一定要點 超好吃的 吃起來很新鮮 就是很Q很嫩的那種 但因為有涼片嘛,所以吃起來的滷汁感也是非常足夠的 要下去就會有那個甜味出來的 紅酒的一般鮭魚的那種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它其實吃起來也是鮭魚的 然後已經有醃在醬油裡面 所以這些不用特別加醬油 你們有看到這個上面的蔥 這個加分 北海道的會長壽司店 一定要吃的是這種貝類 像剛剛的干貝也是嘛 但是說實話,這個看起來有點小 米飯比較大 真的是要吃貝類 它口感很Q 一點都沒有那種腥味 這個就是 馬一卡山哇サビ森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 這個是哇サビ 這個白色的山哇サビ 北海道人 特別會喜歡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這個 這是前花嗎? 它那個哇サビ的量 不是太多了 整個味道都是哇サビ 這個上面的哇サビ真的是 大概這個的五分之一就夠了 四年糟糕 我只能吃一口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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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咲蟹的鐵包汁 超級的 超級的 味噌汁 對 味噌汁但是 蟹的味道都是這裡 凝縮的 但是這裡要點了 這裡要點了 這裡比較少吃的 不好意思 蟹是可以吃的嗎? 沒有吃的 這裡有出汁 所以 吃的 吃的 生沙門 蟹的味道很厲害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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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門好吃 肉厚 滑 我們要吃的 天河 紅花 請 還有 出汁巻卵 可以吃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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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脆了 太脆了 這是這樣子 一整條 沙門只有這裡 對 這是飯 才可以 吃的 好吃 超級柔軟 超級柔軟 焼切的 炙起來 超級的 超級的 好吃 嗯 味道超級柔軟 超級柔軟 真的 超級柔軟 超級柔軟 我覺得這個 好吃 但是 讓我沒有驚訝 比較沒有柔軟 日口即柔軟 我覺得可以更好一點 出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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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元 謝謝 很便宜 你看 出汁出汁 我的汁一杯 好吃 超級柔軟 它的高湯味 所以抓得剛剛好 不會太濃 玉米的兄弟 我聽到這個 很厲害 這個是北海道的話 真的是海鮮 吃到痛風 這是一定要的 3,421元 好酷 沒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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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簡單總結一下 第一家 我這次有準備五個山木 第一個味道品質的話 五苦心裡面我給3.5 先跟你們說 北海道這個壽司的品質 真的品質超級高 所以我這是比較嚴格的 3.5其實很好吃 但有一些菜單是 其實其他地方也可以吃那種 二的價錢 是比起來說 我覺得超級好 因為剛剛兩個人吃石盤 再加一個那個湯嘛 3500多 那等於是一個人1700日幣喔 4.5顆星 然後服務的話呢 我給蠻分五星 因為他們真的很蠻 但是對每個客人都非常的親切 然後第四個黃金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裡面也是蠻漂亮 但是 小可惜的是 店裡面有點小 而且那個外國語的點餐的那個部分 真的是 對外國遊客 可能不太友善 這個的話我給三顆星好了 最後交通的部分 我給五分滿分 因為樓下就是雜話吃的這樣 非常方便 哇 我超認真的開箱耶 但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 而且也是很值得 因為你們的每一個餐 真的是不能失敗 你們難得飛過到這個北海道 所以不要踩雷了啦 那我們等一下晚一點要去 第二家 掰掰 這邊呢 我有來過 非常非常自己推薦的店了 計程車 從早晃車站 大概15到20分鐘 雖然這個地點有點不方便 但是 就是很厲害 然後非常當地人會過來的那個店 所以 希望可以跟你們分享的齁 其實看外觀應該你們知道差別了吧 這是非常當地的店 而且店面也是非常大 很漂亮的 好 太好了 這是第一次做鮮梯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其實呢 看的背景完全不一樣吧 其實很日式的一種感覺 燈光啊 設計啊什麼都是非常日式的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這邊的人非常非常少 你們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現在是8點20 這邊是10點關門 上次我來的時候 大概只排了20分鐘就可以進去了 那相對來說 比第一家那個排隊的人數是 真的是比較少 這邊真的是 我不太會吃鮪魚 那種一般壽司店會看到的 因為這邊實在太多 非常北海道 非常特別的一個食材 而且這邊有這個平板可以用 但是他們說沒有那個中文的服務 所以呢 他們有提供英文的 至少有英文的這個菜單 那沒關係 你們如果想要點 跟我一樣東西的話 截圖給他們看就可以 因為這邊一定沒有觀光客 這個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北海道 這個這個 濃厚岩肝蜂 還有這邊的話 那邊會有那個 今天推薦的菜單 基本上從那邊點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是全日文 所以我就幫你們調一下好了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我們會日文說 謝謝北海道的海鮮 真的很好吃 距離非常好的一個肝臟 是完全沒有形味 而且吃起來非常creme 然後再加一些柚子吃的那個酸酸的味道 然後跟這個超級搭配 接下來這個是 新鮮的話就可以這樣 鮮可以吃的 就一直吃 太厲害了 這也是很難說明的一個魚 它吃起來真的是有點像 豆腐的口感 然後上面有加那個 青蔥跟 紅葉餅 所以那個香味也是弄得非常厲害 這很精彩 這也是非常推薦之一 鮮肉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我覺得你們一吃這個 真的是已經回不住 別的壽司店了 這邊的鮮肉 是我目前吃過 會長壽司裡面最好吃的 就是一放進去 就是日口即化的那個口感 而且裡面還有加上這個 大葉 就是指示葉 所以它的香味也是在加上 鮮肉 這是秋道魚的一種 但是有叫鮮肉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它的魚片切得非常大 然後也很厚 你們真的會笑 無法抗拒的那種 其實秋道魚 最常見的 處理的番茄就是烤的嘛 但是 如果很新鮮的話 可以這樣做 壽司 這個是 自家製 我不小心都用手吃的那種 啊 超級幸福 這個很便宜 但是 它這個 爽司的味道 真的 超級好吃 跟吉他店有點不一樣 基本上 我們這一家的魚肉真的是切得很厚 你去那個 我一個北海道的市場 直接現沙跳 然後在那個現場吃 那種新鮮度 在這個很乾淨漂亮的環境內 可以吃真的是 太讚了 大脆沙門 下面有看到這個醬子 真的很大 塞不進去 哦 真好吃 我剛剛點的全部都可以點 沙門也是這個吉他店都有賣嘛 但是它真的 吃起來的滿足感完全不一樣 一放進去 那種鮮魚會跳的那種 太厚了 整個水吧就是滿滿的鮮魚幸福的味道 我已經停不下來了 我還要點 是非 吃得來 好吃 等一下 我超級イケメン的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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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大家去 好熱 我今天吃過很多東西 好嗎 新体験 好吃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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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見了你限界了 啊 無論如何 它那邊有特別寫從哪一邊過來的魚 如果是寫北海道的話 真的是可以點 來了 不過它蝦子有點小耶 你看這個蝦子的肉其實說起來沒有很大 剛剛那些什麼 三馬那種比較大 那我覺得這個蝦子的肉是很好吃 也是有一點小 我覺得另外好的地方是它們的米飯 它不是用自己去做的嗎 所以它那個米飯跟米飯之間有一些空間 所以你放紙巴裡就會化開 這個是好吃壽司的米飯的部分 而且還會帶一些溫溫的那個感覺 不是很冰的那個 今天的攤裡面推薦的是這個阿拉汁 它裡面有放這種鯉魚跟骨頭 啊 好喝 這個要點 天啊 它很好吃耶 裡面還有這種蘿蔔啊什麼的 裡面的料也是超多的 這個一定要點 好 介紹完了 以上 這樣其實已經介紹超多的耶 真的是難得來到這邊 一定要吃爆 這邊真的是我很推薦這個 這是炙燒醬油的 有點不一樣的喔 然後下面還有看到那個柚子胡椒 拜託你們 真的是要點這個 現在是不是很有壓力 怎麼這麼入口即化 而且炙燒真的是感覺很不一樣 它那個醬油的好的香味 然後再加柚子胡椒的那個 辣辣的 微辣的味道 太爽了 還有這個 剛剛有看到 有點好奇 是蘸雞 蘸雞就是北海道炸雞的意思 也很好吃的啦 剛剛炸好的脆脆的皮上面 弄一些甜甜醬油的味道 然後雞腿當然是很嫩的 No.1 我真的很喜歡這筆 這邊服務人員也是超級親切的 北海道的人通常超親切的 跟大阪不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罵自己故鄉 跟大阪一樣親切啦 我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但他還很餓的樣子 因為他平常也不太會去吃高級的食材 所以 感覺他吃的蠻開心的 這很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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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肉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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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天 很大 好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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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吃飽了 吃了十八盤 他們店員的服裝也是 感覺蠻可愛的 這邊頭上有那個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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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八百七十四 所以一個人大概三千日幣 不錯吧 可以吧三千日幣耶 好的 我們回到飯店了 喔 吃超飽 讓我先去個溫泉好不好 外面北海道今天太冷了 去溫泉 溫泉 好 大家我們泡完溫泉 然後換好睡衣 要準備睡著了 今天吃了很滿吃 然後現在這個舒服的狀態 再來睡覺吧 但是呢睡覺之前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最近我愛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 Simply夜照寺EX 因為呢大家也應該知道 我現在 台灣跟日本 飛來飛去嘛 因為呢拍攝的關係 所以要去跑非常多地方嘛 再加上凹夜剪片等等 弄到很晚 讓我比較容易造成那個睡眠不足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啦 沒辦法好好睡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你隔一天 就有可能重要的工作 或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前一天晚上真的一直都睡不著 那這樣的話也會影響到隔天的可能心情啊 或是工作效率等等 而且睡眠不只容易造成身體不好 像臉絲啊皮膚不好等等 這是我們最害怕的嘛 就是前一陣子思考太多頻道的規劃啊 或是整個工作的行程或事情等等 這些煩惱讓我 就是一直沒辦法好好睡覺 但是呢最近我有一次這個 Simply夜照寺EX 所以不怕不好熱睡 今天我這個專業高學歷 無敵大高人來說明 睡眠不足怎麼會影響代謝 是因為說受提室跟飢餓素 這兩種荷爾蒙變化影響 受提室會抑制食慾 飢餓素會刺進食慾 如果你當睡眠不足抑制食慾的受提室分泌會減少 刺進食慾的飢餓素分泌會增加 所以呢睡眠不足可能會造成飢吸過量進 而吃進過多食物 上半夜突然好想吃家務 或是泡麵那些心情 你們也應該不陌生吧 我有體驗過一百十五 受提室會刺進代謝的作用 如果睡得好自然代謝也會變好 那麼接下來就介紹 SimplyA教室EX三大特色 1.222種虛果教室活性加倍 代謝啟動兩倍4 2.Leptic Core專利配方 有獲得細節評級獎的肯定 3.EX定還加了GABA跟四胺酸 除了穩定情緒 可以快速放鬆身心 更能順利熱水刺進代謝 尤其是愛吃米飯的朋友們 住手 沒錯我今天吃了那麼多壽司 炒外米飯的日本人 標準日本人 但有時候真的很需要 教室來幫助消化的 這樣感覺消化比較有快喔 現在呢全台看四美販售 大家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看看 睡前兩個睡得好 才有代謝徑循環 這樣就才有明天的活力喔 晚安 晚安 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就是非常好的天氣 而且昨天睡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也是有滿滿的火力喔 從早上就是 我現在要去別的地方拍攝了 但是完全沒有問題 火力滿滿的 欸 每台都街上也太美了吧 然後呢我昨天介紹的兩家壽司店 真的是很推薦 欸我好像還沒有總結那個第二家嘛 除了交通 我都給滿滿的 但交通真的是我給2.5個星 第一間就是交通非常方便 然後味道也是當然好吃 CPG也是不錯 但是不得不說 第二家的平積 或是那個環境來說 真的是非常當地 我是比較推薦去自那一邊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剛剛介紹的那個 Simply夜照式EX 也是可以買看看 在影片資訊呢 有放詳細內容連結 所以記得去看喔 好 那麼下次的影片見 登登 掰掰